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荣勇教授 那么老师对新加坡也非常的熟悉 对亚洲局势非常的熟悉 继续跟我们大家来解读 这次川经会 世纪峰会 吸引了全球数千名的记者 涌入新加坡 全球高度的关注 那么这的确是破天荒 首度有美国现任的总统跟北韩现任的领导人 在新加坡上演了这个世纪和平峰会 那么新加坡作为东道主也是出尽了风头 新加坡的表现 让大家有一个安全的 足以信赖的 舒适的 甚至于开心的 这样子的一个国际重要的场合 新加坡在这里面可以说是赚得非常非常的多 待会都会请教金荣勇教授 不过呢 首先呢 我们先要请教这个金荣勇老师的事 那么很多人讲说呢 这个6月份 就这一次6月12号 在新加坡的这一场峰会呢 只是首部曲 那么未来呢 会迎来一个很长的过程 那么一直到北韩彻底的去核化 以及半岛的彻底的和平 朝鲜半岛的局势 所以呢 首先呢 在6月份的新加坡会谈之后呢 金正恩呢 已经公开的做了邀请 希望7月份的时候呢 川普能够前往平壤 然后9月份的时候呢 金正恩呢 就很可能会到美国去做正式的访问 哇 这个金正恩到美国 或者是川普 现任的美国总统去到平壤 那简直是不得了 这是高潮迭起啊 就是说这个新加坡的会谈呢 果然只是扮演一个揭开这个大戏的序幕 川普这一场北韩的和平大戏 他可以一直演到他这个总统大选之前 对于川普来讲 这真的是太加分了 那接下来要请教这个金荣勇教授的是说呢 也很多人预期说7月27号是个特别的日子 他就是韩战停战协定的签署日 所以7月份 如果说川普总统可以在这个日子去到平壤 那也让所有北韩的上下军民啊 看到金正恩的无比 无以伦比的成就啊 请来了美国总统啊 迈向北韩历史的一个新的纪元 那么甚至于呢 就在双方停战65周年的这一天呢 宣布中战啊 然后进行中战协议啊 也不无可能 老师怎么看 是 其实当然这是双方有可能按照这个戏码这样子逐渐演下去 只是说是不是会真的到这个地步啊 我是保持一个稍微保留的态度 主要的原因就是 其实我们从北韩内部的角度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在北韩的角度来讲 我们试想在北韩的国内啊 他们的这所有的这种啊 人民啊 从幼稚园小学开始就被灌输着美帝 要啊 仇美恨美的这种啊 情形 那么现在突然在假如按照这个进程下个月 呃 这个美帝的总统啊 川普就访问了这个平壤 然后双方就签署了过去65年都没有啊 达成的这种啊 所谓真正的中战的这种啊 协议 其实这个对啊 呃 北韩内部的这种啊 冲击来讲啊 可能是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来得大 这全世界冲击都很大 对对对对对 觉得哇塞 居然会会在这个这一刻让我们看到 是 是 那么对美国来讲 它几乎是站在一个呃 有胜不败的这种啊 地位 那么呃 呃 只要能够按照 刚刚呃 我们昨天所讲的CVID的这种啊 进程啊 去逐步的这种啊 呃 摧毁 去除掉北韩的这种核子武器 甚至洲际导弹飞弹的这种啊 系统的这种啊 设施 还有场所等等这一些来讲 这一些啊 都是美国过去几任总统啊 伤透脑筋 但是没办法啊 处理的问题 这个绝对对川普总统啊 是一个非常大的加分 而且川普其实之前呢 他也曾经对这个金正恩做出非常大的善意释放啊 他也说未来不排除啊 要跟北韩建交啊 建立所谓的正常的外交关系 那么这个美国跟北韩建交 那就是不得了了 我们台湾都被人家断交了 哈哈哈 那美国呢 呃 跟北韩的建交 所以川普的口中他都可以讲得出来 就是说 他很会画大饼 哦 然后呢 有一个很诱人的耳哦 吊着你 放在那边 是 那如果你不讲这些东西的话 那北韩为什么要有理由乖乖的跟你配合呢 所以我觉得川普的这个策略某个程度来讲 我觉得也是对的 你要让人家看到就是说 只要你愿意去核 我美国会用最大的善意拥抱你 只是说最后能不能走到那一步 谁也不晓得 是 这个川普总统的这种所谓胡萝卜跟棍棒的这种策略啊 其实大概也只有川普总统啊 他个人的这种发挥啊 才能达到最最好的效果 我就给你最好的远景 我会跟你建交 我会放松所有对你的制裁 但是你记得一点 你一定要配合无核化 去核化 然后啊 你也不能去发展这种啊 洲际导弹飞弹 那么你对于我的威胁就没有了 而且我坦白讲啦 因为他不是说这个美国要求北韩是不可逆转 就CVID的I 是不可逆转的去核化 那么在同时美国也可以配合逐步的取消 对于北韩的种种的制裁嘛 他这制裁他可以重来啊 他随时可以重新开始啊 对不对 我今天你释放一个重大的善意 我美国这边就透过联合国取消了一个制裁 可是如果接下来 我看到你北韩有任何这个不配合的动作或是怎么样 或随时可以恢复制裁啊 所以对美国来讲 他有什么好担心的 就是稳赚不赔嘛 没错 对不对 所以他最多可能是就如同啊 金正恩所愿的 我同意麦当劳去那边啊 设几家分店 对不对 但是我又把我的这种啊 美国的民主了 自由的精神带到北韩去 这个对美国其实或者自由世界来讲 基本上他是只赚不赔的事情 你想想看 我第一家麦当劳在北韩开幕 这也是很大的新闻 我们记得以前有关麦当劳的一个这种故事 就是所有有麦当劳的国家 彼此是不会互相打仗的 对不对 这个大家都曾经讲过的 所以假如说这个真的能够如金正恩所愿 去平壤去开设了几家麦当劳的餐厅 这个我跟你讲 真的有可能让川普总统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而且你对金正恩来讲 我觉得他真的好会操作新闻 他会讲这种话 就是说 来我们平壤开麦当劳 这种好聚焦 比你讲一些那种无聊要时 很枯燥 冠冕堂皇的话 讲这个话多有feel 他们的老百姓应该也很兴奋吧 每天麦当劳应该都大排长龙吧 如果他们吃得起的话 当然这个其实对于北韩来讲 是一个很困难的抉择 因为北韩是坚持共产主义的这种社会跟国家 没关系 那个中国也改革开放 到处就是麦当劳了 当然 假如北韩 好像完全无碍 对 北韩真的愿意如外界所想象的 他去走向中国的模式 走向开放改革 这可能对其他的国家都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对 而且不只是中国成功 如果这样的一个模式 在北韩也成功 那真的是在套居川普的话 无以伦比的成就啊 对 我想这个成就应该是要放在川普的身上 那他的这种在历史上的定位 我想可能会有另外不同的这种啊 如果真的颁给他诺贝尔和平奖的话 其他领奖的人会不会心情很复杂 就这座奖 不过这个不重要啦 谁得诺贝尔和平奖不重要啦 重点还是说这个两韩的和平进程的一个发展 是不是能够顺利的或者是说 这个打铁趁热打蛇水棍上 真的在今年一年之内就完成这么多重要的进程 也是令大家很难以想象啦 那么而且不只是刚刚说的中战协议啊 我看这个文在寅会非常积极的 就是说当走到了中战的这一步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走到 也许很快 也许又遥遥无奇 那但是走到了中战协议这一步的话 我觉得文在寅会希望在他的总统 因为他们总统只有一任嘛 他现在已经要改成两任 他要修宪 可是他说是在他之后啊 所以他还是一任嘛 他一任之内 我觉得他会很希望快速的去进行两韩统一的议程 这是文在寅最大的历史使命 对 因为文在寅本身是从北韩逃到啊 南韩的这个家属后代 所以从这个文在寅的角度来讲 他当然希望能够啊 有机会让两韩能够啊 统一的这种情形 可是我们从周遭几个国家来讲 举个例子来讲 从中国的这个角度来讲 真正的两韩假如说统一的话 美军这个对中国最大的噩梦是什么 两韩如果统一了 美军到底是往北还是往后撤 假如美军仍然驻扎在鸭绿江旁边的话 就是往北了 对对对 然后这个萨德又啊 跑到啊中国的东北的 这个没多远的 那万万不可能 这个对中国来讲 万万不可能 这是一个最大的威胁 我觉得韩国人也不会接受啊 当然 我觉得韩国人也不会接受 因为你在如果说两韩 真的进行了统一的进程 我认为文在寅是非常 不愿意的勉强的情形底下 让美军的萨德系统进驻 让美国继续的驻扎在朝鲜半岛 那在两韩如果真正的开始的进行 就前面什么中战都做到了 然后也开始进行了两韩统一的进程的时候 我觉得美军撤军的这个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你还撤军 你还留在这干嘛 你这个外国人还留在这干嘛 可是假如说美国真的撤军的话 跟美国在重返亚太 又是完全一个不同的这种相反的进程 但是我看川普应该不在乎吧 就是觉得可以省钱嘛 花那么多钱 驻军住在那边干嘛 对川普来讲 不过对于美国来讲 怎么样去大幅的修正 他们在东亚的战略的布局 还有整个对东亚局势的看法 全世界都要修正了 如果两韩真的进行了统一的进程的话 真的进行统一进程 其实我觉得美国也未必乐见 美国也未必乐见 因为美国的军队就没有借口 再待在朝鲜半岛 甚至日本 日本心情是最复杂了 对 就日本变成了最前线了 没错没错没错 那你想想看 假如说美国因为两韩的统一 那么被迫撤离了朝鲜半岛 甚至日本的这时候 中国的战略目的就达到了 而且可是以 不要说文在寅了 我相信大部分的韩国人民 也不希望美军驻宅在那里 那个民意 如果两韩真的进行了统一的进程 那个民意会更加的高涨 让美军更难驻宅在那边了 对不对 所以美国会不会同意 会让这个两韩那么顺利的去 达成统一的进程 就很矛盾 就很矛盾 我个人是觉得不太可能的事情 真的啊 你只要这个地方完完全全的走入了和平的进程的时候 美国的军队 可是那你这样不就暴露出你美军的这种 怎么讲 不正当的意图 其实 不像你所说的这么冠冕谈簧的留在这嘛 对不对 对 过去我们常常讲说这个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导 是这个全世界的警察 对不对 可是在最近这个 包括从中美的这种贸易战 甚至美国跟欧盟还有日本等等这些国家 对于钢铁铝 还有未来的汽车等等这些产业的这种 关税的战役等等来看的话 其实美国过去那一种给人家的这种领袖 这种警察的地位似乎有很大的差别 对啊 美国的目的是维持美国优先 美国第一 那么至于他别的国家所付出的代价 不是美国所考量的 所以在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角度之下 假如美国因此 因为南北韩的这种走向统一而 离开了朝鲜半岛 甚至被迫离开了日本的时候 中国高兴的要死 日本是不会离开的 我看日本也不希望美军离开 日本其实真正的日本有事之事 他们是希望美军离开 我知道尤其是在琉球 对因为你美军不离开 日本没有办法正常化 过去日本其实看到中国最大的一个禁止就是 中国不跟美国祸 所以中国有机会跟美国在崛起的过程之中 现在近乎达到平起平坐的地位 日本曾经也努力过 记得吧 在80年代的时候 日本那时候多么的这种雄伟 多么的这种意气风发 说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这种经济 可是曾几何时 1985年的广场协议 一巴掌把日本打晕了 到现在30多年的时间 日本爬不起来 爬不起来 不可能 因为日本太清楚了 你只要军事被美国掌控的时候 你是没有资格 你是没有立场跟美国人去玩 这个所谓经济的超越崛起 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真正的日本的许许多多的有识之识 他们真正的是希望能脱离美国的美军的掌控 所以虽然在日本长期主政的这些保守力量 他还是会维持一个跟美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 如同我刚刚说的 但是就像金教授所说的 日本里头的有势之势 也会因为重大的东亚局势的一个变化 因为两韩的和平统一进程一旦展开 你想想看那个气氛 然后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是完全重大的一个扭转 也会影响日本内部的讨论 当然 开始会有非常严肃的讨论 就是说面对这样一个重大的转变 难道日本还要死守着原来的路线吗 是不是日本也应该要开始调整 是不是日本也应该开始去思考 日本在亚洲之间立足的位置究竟是什么 然后日本跟东西方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所以其实不只是日本 你包括中国大陆包括美国包括台湾 你都要重新去思考 当然 这是整个东亚或者亚太甚至印太 甚至整个世界的这种战略的这种格局 都会展开非常根本性结构性的改变 他是不是南北韩应该是二次战后 东西方冷战之前最后一个 他是最后一个就是说被分裂成 两边东西方阵营的国家了 当然 剩下他了吗 没有台湾跟中国大陆 从大陆的角度来讲 还有我们 他们觉得 那就剩我们了 对对对对 北韩南北韩如果开始统一进程就剩我们了 对不对 因为东西德 南北韩就没有了 就剩下我们了 对对 哎呀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从某个程度来讲 对于整个亚太甚至全世界的战略格局 都会有结构性的这种改变 重大改变 美国人未必乐观其成 因为美国在亚太的根据地最大的就是在日本还有冲神还有韩国 对 他的驻军 对他的驻军能保障美国在亚太的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这种利益 嗯 那么假如 因为这样子一步一步的推远被离开 被迫离开亚太 谁最高兴 中国 对但是 问题是说 这过程当中 川普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对不对 对 然后呢 如果说日本内部会开始辩论的话 美国内部也会吧 对不对 美国也会开始有不同的讨论 到底美国国家的角色 这个世界的秩序 然后美国到底要怎么样自我定位 也会有很大的辩论跟讨论 其实美国在这一方面的辩论跟讨论 其实早就开始 一直都有 但是美国人要维持全世界领导者 不要说霸权 领导者的地位 这是美国两党或者美国朝野的共识 基本上这是美国他们觉得 他们是不可避免的角色跟责任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真正的会让我们这样子沙盘推远 到这个两韩和平统一的过程之中 可能对美国的伤害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真的 真的 因为美国就没有借口 没有理由在停留在这个朝鲜半岛跟日本 麦当劳可以多开很多间 多开很多间 完全不能弥补美国国防军事工业上面 那也没办法 所造成的损失 那也没办法 难道美国要阴谋论 再度挑起南北韩之间的对立战争 然后战火吗 不是 他就是达到某种程度的这种 举个例子来讲 去核化 对美国的安全威胁 就减少百分之八十九十以上 美国就不担心了 然后你要怎么样的两岸的 就是南北韩之间的这种 所谓的和平统一的进程 美国就不会去推动了 美国表面上是乐观其成 但是心里是不希望的 那他们南北韩自己积极推动就好了 反正他们也不想要美国参加 但美国我的意思是说 他不能只是消极 他要破坏 不然的话 对不对南北韩就一拍即合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曾丽文 在我们现场邀请到的是 康宁大学的前校长 金荣勇教授 跟我们持续的来关心 世纪峰会川金会之后 那么接下来局势 有可能会有更大的戏剧性的发展 会往好会往坏 真的是 这是考验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跟智慧 那么未来南北韩的局势 其实会不会出现更大戏剧性的一个发展 其实真的很值得期待 我个人当然是给予他们最高最高的祝福 不管怎么样 你能够看到北韩人 能够过得比较正常一点的生活 我觉得全世界最可怜的人之一 就是北韩人 真的是太可怜了 那么这考验的所有领导人的智慧跟意志 不过在这过程里头 我们在关心东北亚局势的一个重大转变 它会影响到全世界 而且所有我们对于现存世界秩序的想象 以及原有的战略布局 都很可能会起重大的变化 那么在台湾我们当然也要非常的关心 而在这一次的川金会 其实最重要的 还是我们看到了新加坡的角色 老师对新加坡非常的熟悉 那么新加坡在这一次真是露脸 那么整个新加坡 不管怎么样 还是在这个历史重要的峰会上面 扮演了一个非常耀眼的一个角色 让全世界 不管你是什么东西阵营 什么样的阵营 你都相信他 你都放心 然后他们也都办得非常的成功 所有场地的安排 整个的为安 以至于这么多的数千位的记者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涌进新加坡 他们所有的招待 还有在这个过程里头 还要很细心的帮领导人过生日 带金正恩夜游 这过程里面 让每一个人都很开心 我们看到包括很多的细节 比如说之前北韩付不出钱来 这真的是很窘迫的一个情形 美国就说我们凭什么帮他付钱 然后跟他见面就不错了 还有我们付钱 新加坡就通通都买单了 这小事嘛 然后果然金正恩是非常的感激的 非常的感谢 那么也跟新加坡建立了 非常好的一个友谊 那我们看到 在礼拜一晚上的时候 不只是这个新加坡的外交部长 加教育部长两大部长 陪着金正恩夜游 新加坡玩的非常的开心 你看到他们的这个照片 这个金正恩的表情 笑得这么开心 而且他们还在这个自拍的相片上面 讲说让大家猜猜看我们在哪里 这种这简直是没有办法想象 这个金正恩 这个北韩的让大家想到 穷兵独舞邪恶疯疯狂的领导人 居然面带微笑 跟大家轻轻松松的逛街 还自拍 那么这一幕真的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幕 而且就如同刚刚金教授所说的麦当劳 在同一天不只是金正恩跟他妹妹很开心的去游览 去玩 而且他们的团队包括他们的维安人员 他们的官员都大吃大喝 所以很多记者都发现说 他们在酒店里面的高档中餐厅 点了一个人平均是100美元的晚餐 大吃大喝 然后还有保安人员就买了很多的麦当劳 然后朝鲜的官员也到文具店 礼品店就是大肆的采购 所以你就看到大家真的是非常的尽兴跟开心 然后有40名的朝鲜人 就是不管是官员还是随行人员 在他们那里头讲吃这个早餐的buffet 然后还吃他们的中式点心 什么各种拍照留念等等的 这个新加坡真的是大尽地主之一 让大家兵主尽欢 氛围细节各方面好像都办得很到位 那最重要的是确认了他们作为一个小国 赢得各方势力的信任 成功的办国际的重大聚会 滴水不漏面面俱到 这对新加坡来讲简直就是 太好太好太正面的宣传了 对 其实在这一次专金会当中 我们可以这样子讲最大的这种 赢家之一 赢家可能就是新加坡 那他能够以一个新加坡这么小五百万人左右的这个国家来讲 他能够有接近三千位左右的新闻记者 然后到那边让当地的这种饭店几乎为之爆满 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所有的车子几乎都已经被预定光了 可以看到这种情形 光是这些记者的消费 他们就赚回来了 是是是 那当然这个新加坡政府讲 他们规划估计这一趟的这种所谓的川金会 那么预计要花费新加坡政府 因为由新加坡政府买单 那么大概要花上差不多两千万的这种新币 可是对于这个新加坡政府来讲 这是一个太好的宣传 因为有这么多的全世界 几乎是每一个国家的这个都派出新闻记者 到新加坡来去做采访 然后去报导相关的这种新闻 而且对新加坡的报导都是正面的 对 没有人就complain说 哎呀半得里里浪 然后乱七八糟 什么的完全没有 没错 都是正面的 对 那新加坡在这一次的这种安排 整个的会议的过程之中 他们所展现出来的效率安全 还有各方面的这种配合 其实是让所有其他的国家 他们都会感觉到这个耳目一新的这种景色 当然新加坡在扮演类似的角度 他们其实早就啊 时空见惯 记得大概四分之一个世纪左右 之前的孤王会 对不对 然后三年前的这个马席会 然后现在甚至马席会 所以都是川普在讲说 他们是看到三年前的马席会 对 然后啊 选了新加坡 选了新加坡的这种景色 而不是去板门店 嗯 对不对 所以这个新加坡在这一次做国际宣传的角度上来讲 他可以讲说是最大的赢家 对 那么而且不要忘记 新加坡在这一次的过程之中 他不只跟美国的关系展现很好 他跟这个北韩的关系 对 也是啊非常非常亲密 才会让金正恩接受啊 新加坡作为啊会谈的地点 另外一点 新加坡过去这几年当中 其实跟中国的关系是啊 呃不好的 就是有一点对对对波折 因为新加坡过去一直是站在美国的角度 哎 哦记得吧在这个呃两年前左右 当这个呃所谓呃南中国海的仲裁的案子出来以后 新加坡是站在美国的角度 美国那边的 然后啊一直在敲打中国的这种情形 嗯 这个让中国的政府对新加坡是非常不满的 嗯 甚至曾经呃 说要跟马来西亚 嗯 要建这个黄金港 类似这样来取代新加坡 新加坡的这种啊地位 嗯 所以呃 新加坡是对于中国来讲 他也知道在过去啊 这一年多两年多来的这种啊情形来讲 对中国这个老大哥 你还是不能啊 这个呃 随便惹怒的 哦 那这一次的这种啊 川金会 某个程度来讲 对于弥补啊 新加坡跟这个呃 中国的关系来讲 也有啊 一部分的这种啊改善 嗯 所以这个呃 对新加坡来讲 他等于说 在周遭的这些国家来讲 还有在跟这个呃 所谓国际的宣传的角度来讲 嗯 他都是最大的赢家 就如同老师刚刚说的啊 除了我们表面上所看到的 他就已经非常的成功啊 为国家做了这样的一个宣传之外 就长期新加坡的战略地位来讲 是新加坡是一直长期保持高度的危机感的 嗯 所以新加坡因为他独特的战略地位的关系 所以说他有今天的发展 这是其中之一啊 就天然的地位啊 可是呢 如果说不管是泰国的那个地匣 或者是老师刚刚说的马来西亚的港口 一旦新加坡这个独特的战略地位 被取代了以后 那新加坡怎么办 以后你所有的转运 不需要经过新加坡了吗 有更近的路线 所以对新加坡来讲 他其实有意识到 这一天 如果迟早会来的话 那么我新加坡要怎么样塑造 成为一个独特的地位 让大家还是愿意到新加坡来消费来投资 所以新加坡其实很早就开始在想这个问题 那今天的这个川晶 就带给新加坡无比重要的宣传 你想想看以后 我任何国家重要的国际会议 我会选择新加坡 因为你不用担心嘛 他就是可以帮你办的好好的 那么新加坡这种 对于自己国家位置 随时掌握关键的机会 做出最好的表现 他也是因为表现得非常好啊 做出最好的表现最好的宣传 而且在这里面 刚刚讲了美国西方的力量 传统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东方的力量 乃至于像北韩这种捉摸不定 难以取悦 他都可以把它给搞定 那你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相信 他有这个能力嘛 对不对 对 我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成就啦 对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其实也可以看得到 新加坡的李显龙政府 在规划未来的发展的过程之中 其实它是充满的远见 那我们看到在这个目前全球软化的过程之中 其实北极航道 嗯 似乎他们讲 最早可能在今年或者这两年之内 就通了 夏天的时候 北极航道就通了 对 那你想想看北极航道通的时候 从日本韩国这种 他直接到欧洲去 他就不用绕南海了 对对对 他从到南海再走啊 这个苏伊士运河 这样子一路过去 那是啊 是会少掉几千公里的这种啊 海运的时间 所以这个对新加坡来讲是一个 非常大的这种啊 影响 对不对 所以新加坡早就位于筹谋在几年前 他就要求加入了所谓北极的理事会 北极只有八个国家 但是他们就以观察员的身份加入了 他是一个赤道乐带的这种啊 就是啊 他跑去加入啊 这所谓北极理事会 所以可以看到 其实新加坡在这个面对全世界的未来的发展 规划他整个国家的这种啊 呃前景的时候 其实对于整个世界的脉动 嗯 还有整个全世界发展的这种啊 趋势 他是非常注意 而且随时帮自己找到 呃最大的这种啊 呃基础空间 然后啊最大的利益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 回到世界把抓 我是郑立文 在现场邀请的是康宁大学前校长 金荣勇教授啊 刚刚讲到了新加坡他们独特的远见 跟积极的随时为自己找到空间跟最有力的舞台啊 大放光彩 那么即便是离新加坡这么遥远的北极圈啊 新加坡的独特的远见啊 去参加啊 积极的呃运作跟参与啊 那么呃 值得台湾高度的学习啊 新加坡的这一种柔软弹性跟远见 然后随时知道对自己的挑战是什么 威胁是什么 对自己有力的地方是什么啊 那么北韩的局势发展呢 其实我们刚刚一开始也提到了啊 对于这个不只是朝鲜半岛是天翻地覆的重大改变啊 那么由这个朝鲜半岛局势的改变 当然也会影响整个东亚乃至于世界的这个亚太的战略布局啊 而就在川金会之前大家不要忘记啊 呃七大工业国的高峰会是不欢而散的 而且呢 川普跟川普的团队呢 也是对加拿大总理讲话讲的非常的难听啊 那么对于这个传统的老西方啊 加日本的这个七国高峰会呢 呃已经感觉上越来越举足不轻重了 无足轻重的感觉啊 而俄罗斯也说了这个不管是G20也好 而金砖的峰会也好 甚至于同时举办也刚刚落幕的上海合作会议 在青岛的峰会也好都比你这个G7重要多了 世界正在快速的变化当中 那么老师怎么我们在台湾怎么重新看这个未来可能的重大变化 是呃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刚刚立文讲的非常好 我们看到在呃G7 呃在这个呃加拿大基本上是一个不欢而散的这种呃情形 呃包括在青岛的这种呃上海合作组织的高峰会呃展现了出他的这种呃影响力 但是另外一点我们也看到在前一阵子中日韩的高峰会的时候看到日本提出来了 所谓亚太的这种呃或者说亚洲的这种呃七个这个高峰高峰的这种呃国家的这种呃组织 他就是包括中日韩印度印尼泰国菲律宾嗯啊这几个国家这几个大概除了菲律宾的这种啊经济发展是比较相对落后的过程 这几个呃这几个是算是亚太地区来讲算是经济啊实力算是比较强的 嗯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日本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跳开美国嗯跳开澳大利亚嗯 然后啊去啊提出啊这种啊所谓的这个呃亚洲的机器的这种啊呃这种啊呃这种啊角色或者这种啊架构 某个程度来讲也可以看得到日本在这个川普总统上台以后受尽了委屈看清了冷暖哦 基本上是可以看到真心患绝情对对对那么日本对于啊这个或者安倍首相对于川普总统的这种啊巴结跟奉承几乎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但是嗯 可以看到的 creamy 可是被美国东打巴掌西耻笑几乎也是受尽了这种哇啊歧视 然后啊啊这个不冷的这种情形 嗯从日本的角度来讲她是情何以堪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们说假如啊 川普总统继续执政下去嗯 过去我们都觉得川普最多只是一任总统的这种情形对 可是你可以看到他在打中美贸易战 在跟这个欧盟打这个钢铁旅 还有未来的汽车等等这些战役的过程之中 川普总统的民调是升高的 而且超过了50%的这种情形 从这个角度来讲 现在很多人讲下一任的这个总统大选 大概已经定了 因为川普会继续玩下去 还有加上金正恩超级助学员 他假如能够把这个东北亚的这种火药库 把他这个解除了 你想想看又有 这个是一个在美国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狂人 可是他又在狂人的这种种种的措施之下 他可以拿到婉衣 可以拿到诺贝尔奖 婉衣 对不对 然后他又解决了这个这么大的一个不定时的炸弹 对不对 然后又帮美国制造了那么多的就业的这种机会 那川普下次这个连任选举一定说他是史上最伟大的美国总统 他一定自己封自己 所以这个东西但是对于以美国为主的自由世界或者所谓的北约的盟国还有日本韩国之间的这种伤害来讲可能是远超过川普总统的想象 对不对 对不对 就是说盟国跟盟国之间的这种 好衰 已经到了几乎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钢铁跟铝战的这种过程之中 德国的梅克尔总统这个法国的马克朗总统这个这个总理 梅克尔是总理 那法国是总统 然后英国的外交那个大臣等等相继的去美国去拉比希望美国要回心转域 美国不听 对不对 在前两天的这个G7成如刚刚立文讲的这个川普前脚走后脚就发推特 然后这个大骂这个杜鲁多说是他是一个讲得很难看的这种情形 你把盟国放在哪里 就是啊 对不对 在川普的这种心目当中他只剩美国 对对对 对不对 然后其实在中美的贸易战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美国很多的知识分子也好 这种企业也好 他们过去对于美国利用啊这个修理啊中心企业 中心通讯公司的这种情形是不以为难 可是到了后来有很多的这种啊包括克鲁曼克鲁曼 美国这个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都曾经讲说美国不能放松对于中心啊通讯公司的这种啊制裁 结果在川普的这种啊运作之下 对他又啊放暖了变成这个某个程度的这种啊所谓啊金钱上的这种惩罚 然后你领导阶层的这种啊完全按照美国的指示 对甚至他还派驻 对没错指派美籍的华裔的美国人是到这个中心通讯公司去驻点 然后啊去监督 你可以看得到在这个过程之中对中国是非常大的羞辱 可是美国还是放手 对啊你中国也没话说啊 可是中国当然也必须跟美国去啊取得某种程度的谈判 就是说我不去在这个农产品啊其他的这种啊产品上面采取报复的这种啊手段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呃其实川普就是在演他个人的这种啊戏 嗯演得还有声有色 哦他的民调也上来了 这个原来一度很危险的这种其中选举 似乎现在也好像蛮蛮稳的这种啊情形 甚至两年后的这种啊选举呃2020年的这种总统大选 似乎也垫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而且民主党还是没人啊 呃不是说这个星巴克的这个董事长 对我也老师怎么跟我想的一样 我想要不如星巴克来选好了啦 但是呃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呃川普啊他实在是很会演戏 啊今天非常谢谢金荣永教授谢谢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